闪闪和亮亮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新玩意儿 在拉里路观看双胞胎精灵的冒险吧 把这个小娃娃变成闪闪 去掉头发 和旧妆容 我们用这条蓝丝带做头发 稍微下边缘,然后把线撕开 一缕头发准备好了 现在把剩下的做好 勾顺又丝滑 从后面开始把头发一缕缕粘粘上去 将一缕粘在前面,然后做一个高马尾 用头发遮住发带 用闪闪发光的头带装饰一下 我们的精灵已经把妆化好了 真好看 我们将用这个绸带做一套衣服 系腰带 加上袖子 然后做一个背心 只需要剪出袖口 完成了 这金色的尖章还有亮闪闪的鞋子 简直太耀眼了 加上更多的闪光粉和水钻 用鞋子 用饼锡酸器画上图案 耶,这个小精灵准备试摸法了 他最喜欢的老虎纳哈尔在那里 把旧的宝物娃娃改造一下 擦掉妆容 做新的耳朵 老虎的皮毛太干净了 画眼睛 蓝眼睛的猫最棒了 大猫也一样 不过哈尔不是特别大 加上紫色耳朵 在皮肤上画条纹 大猫和闪闪带的是同款首饰 他喜欢在热纱里玩 这对双胞胎和宠物在河岸上玩闪光粉 你觉得 我们选择的那个女孩是有趣的人吗 当然啦 她从来都不觉得我们无聊 让我们做亮亮 连火烈鸟都嫉妒她的粉红色头发 去掉旧头发 然后沾上又愁带做的新头发 扎个马尾 然后再修剪一下 亮亮有双美丽的蓝眼睛 别忘了点亮 画上跟头发搭配的粉红色眉毛 用水钻丝带和祖母绿耳环中式头发 这个精灵的衣服是薰衣草 还有紫色腰带 用丙气酸气画图案 添加水钻腰带 她的手臂上戴着有宝石的金手镯 神奇的烟雾散去 一个可爱的小精灵出现了 她的宠物是一只叫塔拉的猴子 用黏土做一个头和身体 捏出爪子和尾巴 把娃娃涂成黄色 头和耳朵涂成紫色 我们需要更多的水钻 这只猴子真有趣 它在花园里玩捉迷藏 来找我呀 用闪闪发光的泡沫纸 做一张小床 制作框架 然后做背面 加上一串珠子 放置顶棚 枕头和天鹅绒毯子 塔拉 你喜欢这些毛绒绒的枕头吗 它们就像你一样柔软 亮亮想睡一会儿 晚安啦 但是塔拉有别的打算 谁偷了我的毯子 好吧 是你呀 小骗子 晚安啦 金灵必须有一个飞毯 在红色泡沫纸上 剪一个正方形 跟另一张更小一点的正方形 粘在一起 把用泡沫纸剪出的图案 来装饰地毯 用金色饼气酸漆来画曲线 别忘了流苏 粘在两侧 然后修剪 给孩子们用的飞毯 准备好了 唯一的条件是 你必须相信金灵 闪闪亮亮 纳哈尔和塔拉 正在回应摩登的召唤 一个带着新愿望的新女孩 在等着我们 飞毯 快一点 我等不及了 这是丽雅 召唤闪闪闪和亮亮的女孩 今天她和她的朋友 扎克去了一个游乐园 用水钻 金属线和热胶 制作带魔法灯的吊坠 她从展会上迎来的 从那以后 精灵们一直是她的朋友 哦 这是谁 你们是马戏团的吗 嘿嘿 不是啊 我们是你的精灵 每天我们都可以 给予你三个愿望 哇哦 是真的吗 那如果我想要一吨糖果呢 很简单 看 我们的老虎纳哈尔 带来了很多糖果 我可以许愿 有一个粉红色大象吗 当然可以 热烈欢迎 有史以来最可爱 最大的大象 多地 给魔法森林的大象上色 头部和背部 有着华丽的蓝色斗篷 用水钻来装饰它 嗯 美味的叶子 来了 这是多地 我的天哪 这是真的 我希望它会溜冰 这才可以证明你的魔力 将大象的脚涂成蓝色 并画上金色装饰 将车轮型的珠子 粘在脚底 谁说大象奔手奔脚的 多地非常擅长轮滑 今天要上台表演了 我要唱我最喜欢的歌 我想我得在外面练习一下 一 二 我要直接跳到草坪上 然后再来跳个舞 啊 丽雅扮倒了 甩甩亮亮 你们在哪 是有人想要一起玩吗 厚丽雅 发生了什么 你摔倒了吗 是的 我希望我还能跳舞 这是你的第一个愿望 现在我们要照顾你的腿了 那哈尔也在安慰可怜的丽雅 耶 我感觉好多了 谢谢珊珊 谢谢亮亮 丽雅真的上台表演了 她的朋友扎克 一直不停地鼓掌 明天学校要举行烹饪比赛 丽雅和扎克要准备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我做了全是奶油的蛋糕和一些巧克力 我做了汉堡 三明治和扎薯条 我喜欢快餐 然后还有一个甜点圈甜点 这次比赛我肯定会赢 嗯 清零 我需要你吗 你的下一个愿望是什么 我想要世界上最好吃的甜点圈 比扎克的还要好 我们可以的 出来吧 丽雅 你准备好书了吗 什么 一个巨大的甜点圈 你什么时候做的 它跟蛋糕一样的 嘻嘻 珊珊和亮亮这次好像做过头了 扎克会去想一个新的食谱 他停下车去走走 丽雅和精灵们想坐一下他的车 我们用飞毯飞吧 好 太好玩了 闪闪 亮亮 快 快躲起来 他来了 好 丽雅 你在这干嘛呢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 嘻嘻 我们一起走吧 你的愿望是什么 评论下方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 订阅拉丽鲁频道 并打开提示铃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啦 小 Tae 干嘛呢 郭蓝 李源 rif 小 朴